第651章,阴间要搞计划生育。帮国安忙是一回事,搅和得太深,他总是不太情愿,没办法,他身上瞒的东西太多了,现了春床现女人。不干。说了地址,没过多久,蝴蝶就来了,后面跟着黄敏。才三天不见,温婉闲静的女子,就显得有些憔悴了,女人如花,这话真的不假,温室里养着,明媚娇艳,稍有点风雨。 花就残了。蝴蝶一见张五金就道。老五,古华突然发神经,是不是一种病?真是一个聪明的女子,张五金暗暗点头,看一眼黄敏,黄敏也在看着她,眼中满是可叛之色,甚至带着了一丝丝爱求。张五金对古华没什么好感,但受不了黄敏的这种眼光,虽然交流不多,但她看得出来,黄敏是那种典型的传统型的女子, 只从她默默地忍受古华冷精的打击,就可以知道。每一次火热的欢爱中,在最后一下,最高潮最火热的时候,突然喷上一股冷精,恰如心聪聪的人,兜头浇一盆冷水,一次两次就算了,次次如此,谁受得了啊? 可她就是默默地忍受着,这种坚韧宽容,正是最典型的传统型女子。如果说蝴蝶的性子有六分像秋雨的话,黄敏则有八分像秋雨,基本上就是一类人。 张武金心中一软,点点道。是一种病,也不是一种病,其实她是中了邪。 古华中了邪?黄敏蝴蝶齐声惊呼。 是。张武金点头。 她是给人放了鸡,这个你们可能不懂,就是农村里一些老的说法,说什么放神啊,放煞啊,还有什么神打啊,都是这一类。 黄敏跟蝴蝶瞪着眼珠子,就像听天书一样,很明显,她们是现代都市女孩,完全没听说过。 尚瑞眼中倒有思索之色,张武金估计她听过,道,这一类神打什么的,有些邪,她不能直接出神,要借物,一般是借活物,死物叫要攻,活物才叫神打,叫放神。 尚瑞点头,她确实听说过,但以前是不信的,可她信张武金啊,这个鬼,太神了,不信不行,道。 原来真有神打。 是。 张武金看黄敏两个。 神打的样式很多,但归根结底,都是放神伤人,要攻主要伤身,神打主要伤神,就是伤人神志,让人发神经一样,做出来的事情,与平常大不相同。 她知道杨部长他们都在新华社那边,她的话,尚瑞也一定会转给杨部长他们听,所以说得很细,这是冲着黄敏。 那是有人害她? 蝴蝶愤怒地叫了起来。 肯定是有人害她。 这一点,张武金倒不是偏帮黄敏。 古华中的这个邪,名叫梦入神机,也叫放机,就是以机为载体,放神伤人的邪术。 那是不是一种鼓啊? 蝴蝶突然叫了起来。 我看以前的武侠小说,有些放鼓的,也好厉害的样子,好像也跟你说得差不多。 对了。 他这个说法倒是提醒了张武金,大致差不多,中国的这种神打放神,跟南洋的巫术放鼓,确实差不多是一个样子的。 尚瑞道。 这种鼓术,好像湘西也有吧? 是啊。 蝴蝶道。 我看武侠小说,好像苗女,放鼓最厉害了。 他一时间兴致勃勃,倒是黄敏问了一句。 张先生,古华中的这个放机的邪术,能不能解? 能解? 张武金肯定地点头。 真的? 黄敏又惊又喜。 那他。 后面的话,他没说出来,但张武金明白他的意思,道。 中了神打的人,神志是不清醒,是不由自主的,今夜你们可以亲眼见到。 说着他看一眼尚瑞。 神打的传说很多,一般没人信,你也肯定不信是吧? 今夜让你小子见见,开个眼。 行啊。 尚瑞点头,他是聪明人,自然知道这话不是全说给他听的,是说给阳部长他们听的,也是说给国内听的。 古华是古红军的孙子,影响太大了,即便把古华就回来,后续的收尾也非常麻烦。 但张武金如果能证明古华确实是中了邪,神志给邪术影响了,那就好说多了,精神病患者,杀人也不坐牢的,方方面面, 到时就有个交代。 张武金这个话,黄敏也听懂了,一脸感激的道。 张先生,谢谢你,真的谢谢你。 张武金笑了笑,别这么客气了,你跟胡姐一样,叫我老五吧,要不五金也行, 其实我蛮喜欢别人叫我五金的,开口就有金子啊,发财。 蝴蝶扑吃一声就笑了,你就是个财迷,那我以后也叫你五金好了,算给你面子。 张武金皱了皱眉头,你咬字,能不能清楚点,是金子的金,不是一斤两斤的金,听你的叫法,好像是叫五金牛屎一样。 这一下,黄敏都笑了,尚瑞则有些想揣张武金的冲动。 尚瑞果然就跟杨部长汇报了,然后张武金不得不去另一个地方,不是新华社的香港分社,是一个不知名的地方,一座院子,里面几幢有些老旧的房子,张武金感觉中,还是有点地下党的味道。 不少人,杨部长外,外交部国务院军方,全都来了人,跟神尔门那次的架势差相仿佛,这让张武金进一步认识到古老将军的影响力。 怪不得就是一个老头子回去游一圈,都会让李求金他们打破脑袋,还真是不简单呢。 张武金暗暗点头,小张,那些神打什么的,你再说一遍,叫什么?梦入神机? 是。面对杨部长的问询,还有周围一圈的眼光,张武金知道不说清楚了是不行的,不过这个,也无关紧要,就把农村里所说的,那些神打之类的事,大致解释了一下,重点解释了梦入神机。 梦入神机,又叫放机,是一种借机为载体的神打,这种机,一定是要在死人棺材上趴过的,震过煞后,也就借了死人的煞气,机身上就带了死灵,所以就特别的厉害。 第652章,等着鸡叫。 其实张武金到现在都不信灵魂什么的玩意儿,因为他搞不懂啊,眼睛看不到,气场也感应不到,灵魂到底在哪里? 而且他想过一个最搞笑的问题,如果人死后,灵魂都是存在的,那阴间起不及的死,难道阴间也要搞计划生育? 太扯淡了吗?但他要帮黄敏,所以就说的,俨然真有其事的样子,反正杨部长他们,也不可能去求证。 果然,听他说话,杨部长几个面面相亏,不信吧? 神尔门那件事上,张武金是露了一手的,有些东西,也确实邪,一只小小的蛙儿子,居然就能控制人心,然后请一国之力,用尽一切现代科学都解不了,把蛙儿子换个耳朵, 却又立刻解了。信吧,这个确实是太悬了,实在无从兴起。信了张武金,现代科学全得给推翻了呀。张武金知道他们这个心理,笑了笑,道。 有些迷信是吧,没有关系,是真是假,明早就可以验证。黄敏蝴蝶自然也跟着来了,若是普通人的家属,那是不可能跟着来的。 但黄敏是古华的妻子,古华是古红军的孙子,他便不来,养部长他们也得请他来,以后这事得向古老将军交代呀,万一办杂了,有黄敏在,那就是个见证。明早。 黄敏道,武金,明早你就可以破那个神打吗? 是。 张武金点头。 放鸡很斜,但要破也很简单,以鸡破鸡就行了,对了,大公鸡买到没有?买到了。 杨部长点头。 我看看。 鸡就关在另一幢楼的楼道里,不止一只,十好几只呢,都是体格硕大,宏观冲天的大公鸡。 这么多鸡啊,更好了。 张武金笑。 我看看,看哪一只最精神,你们不要管我了。 尚瑞道。 你的意思,是挑一只最厉害的。 对。 张武金点头。 鸡鼠羊,最厉害的,羊气自然最烈,也就最管用。 尚瑞自然是个有眼色的,看了看羊部长,道。 那我陪你。 蝴蝶立刻接口。 我们也陪你。 黄敏在一边点头。 行啊。 张武金笑了笑。 只要你们不怕臭。 五金牛屎,是有些臭。 尚瑞点头。 我说鸡屎好不好。 张武金故作发急,惹得蝴蝶咯咯笑了,黄敏也带了笑意。 张武金说古华是中了些,而且能解,他心情也开朗了些。 张武金搞笑的本意,也是希望能开解他的心情,显然是成功了。 张武金当然不可能一直守在鸡笼子边上,大致看了一下,选了一只,也就差不多了,跟尚瑞道。 夜里就要过去,你最好早点睡。 尚瑞大致猜到了。 是要听鸡蝶? 是。 张武金解释了一下,尚瑞跟杨部长说了,自取安排,黄敏蝴蝶也要去,张武金道。 那你们最好先睡一觉。 吃了晚饭,提前睡觉,张武金其实不要睡,不过也装个样子,到屋里躺着。 两点钟左右,张武金出来,尚瑞黄敏等人都在等着了,还有几个工作人员,倒是杨部长,他们没起来,官大年纪也不小,得多睡一会儿。 张武金不管这个,让大家吃点东西,早准备了两台车,一台车里放鸡笼子,另一台车里坐人,一起开到日本总领馆,就在正门一侧停下了。 现在就等着鸡叫? 蝴蝶一脸疑惑地问,黄敏也看着张武金,尚瑞其实也一样。 就等着鸡叫。 张武金点头。 看他们一脸迷惑,张武金道,古华中的这梦入神机的邪术,是放鸡, 所以破法很简单,一声鸡蹄,古华体内的鸡听到了,就会跑过来,先前外交部的人不是说,进去劝过古华,他怎么也不肯出来吗? 这会儿,他就会自己跑出来。 真有这么神? 尚瑞又有些不信。 张武金瞥他一眼,你又不是美女,骗你有什么用? 尚瑞也知道,张武金不会骗他,只是实在有些难以理解,神打,放鸡,还取个梦入神机的名字,让人神智迷糊,然后一声鸡蹄,就会跑出来,这个,太奇怪了呀。 黄敏倒是想起另一件事,那么古华体内的邪术发作,是什么原因,是放鸡的人害他吗? 应该是。 那害他的那个人,一定就在附近。 尚瑞眼光亮了起来,很锋锐,这才是他的专业,也才使得上进。 张武金那种,神神鬼鬼的,老虎咬天,无处下口,真是憋屈死了。 不过这一点上,张武金倒不是太肯定,倒,神打这个东西,发动的时候,有很多种方法的,或人,或物,有时候,则是一些特殊的语言或者什么的,只要引动了,就会发作。 他说着看黄敏,那几天,古华有什么特别的动作言辞没有? 特别的? 黄敏想了一下,摇头,脸突然微微红了一下,道,就是他那个病,我跟他说了一下,他这个人,本来极讨厌迷信的,不想再请你治,所以,我要跟他说一下,但结果? 他说到这里,没再说下去,似乎有些为难,看一眼张武金,有些尴尬的道,他不相信。 张武金想了一下才明白,古华是不相信,他喷得精是冷的,不过这也正常,他自己大概感觉不到,就如人有口臭,别人老远能闻到,自己却闻不到一样。 张武金点点头,那后来,他没有什么异常举动或者言辞吗? 黄敏脸又红了一下,道,我后来发现,厕所里有纸,然后还有一根温度计,他可能。 他没再说下去,张武金却已经明白了,一时也不知是该感慨还是该笑。 古华明显是不相信黄敏的话,然后自己去厕所里手淫,再用温度计时温度,性子偏执到这个程度,真的无话可说。 黄敏看张武金,道,他,那个。 他不好问,张武金明白,摇摇头,这个好像无关,没事的,明早古华出来,再问问就行了,放心,他这病,能治的。 第653章,美女怕鬼。 谢谢你。 黄敏连声道谢。 尚瑞在一边听的云里雾里,但还不好问,黄敏身份不一般呢,若是一般女子,管你尴尬不尴尬,这么重大的事情,非把你奶照颜色都问出来不可,如果需要的话,但黄敏不能问。 不过他看得出来,张武金是明白的,而且张武金有把握,至少这一点让他松了口气。 神尔门的是,尚瑞是有压力的,这一次跟着张武金来,其实背后使了力,就是要图一个表现,这次要是弄砸了,就有些麻烦了。 所以他希望张武金成功,不明白不要紧,结果可以压倒一切。 三点多钟的时候,杨部长,他们都来了,另外还有一台车,也不知车里有什么。 小张,有没有把握? 杨部长问得非常直接,眼光炯炯,这是一个九掌大拳,很有力量的人,精明强干。 没有问题。 张武金肯定地点头。 他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把握,还是那句话,他没试过,张胡言也没试过,只是知道,然后记了下来,到底中间会不会有变故,天知道,鬼晓得。 但张武金首先就要表现出强烈的自信,这种心态很怪,不是要在杨部长和一帮高官面前表现,到仿佛是在市墙,就如斗鸡的心态。 他愿意帮国安做事,但不想成为国安的傀儡,而只想在圈外游走,保持一定的独立性。 这个心态,他心中梳理得不是太清楚,但潜意识中,却就表现了出来。 不过落在杨部长等人眼里,却是他自信的表现,他的落落大方甚至带着一点超脱的冷淡,正是真正的高人的风范。 是不是真正的高人,要看你的表现,而张武金在神尔门那件事上,已经表现过了,那神奇的蛙儿子,太神了,所以杨部长等人在心里认同他。 那好,杨部长点头,我们会全力配合。 张武金点点头,不再说话,留意到一缕眼神,转脸,是蝴蝶,蝴蝶悄悄向他伸一下大拇指,张武金眨了下眼睛。 蝴蝶出身小公务员家庭,跟黄敏是大学同学,所以相处得来,这几天又天天陪着黄敏。 自然也就知道,杨部长他们是什么人,腹部级的高官啊,张武金在他们面前,不仅一点不紧张,甚至还有些牛逼哄哄的,他自然就心中佩服了。 有些牛,真不是吹就吹得起来的,你得有真正的实力。 尚瑞跟着杨部长出去安排,没多会回来了,对张武金道,老五,你是说,古华听到机体,就会自己跑出来是吧? 是。 张武金点头。 但大门关上了,我们需不需要? 不需要。 张武金明白他的意思,道,他有办法出来的。 见尚瑞有些迷惑,他加了一句,鸡有翅膀的。 不加这一句还好,加这一句,尚瑞反而更迷糊了。 鸡是有翅膀,这话没错,可问题是,人没翅膀啊,难道说,古华中了梦入神机,居然也就有了翅膀,急了,能像鸡一样的飞? 尚瑞打死也想不明白,但见张武金不肯说,他也没办法,自己下车汇报,倒是蝴蝶的好奇心给勾了起来,错过来道,老五,你刚那话什么意思? 你是说,古华会从大铁门上面飞过来吗?你信不信? 他一进了,湘泽微纹,身子前沟,衣领又有些宽松,看到一脚淡绿色的胸罩。 上次好像是白色的呀,这次换身颜色的,破了瓜,果然不同。 张武金心中暗转念头,倒也没有多看。 可是,蝴蝶看一眼黄敏,黄敏也一脸迷惑,他不可能有翅膀。 那难说哦。 张武金笑,人是可以进化的,你没学过生物吗? 紧急情况下,突然进化出一对翅膀,不是没有可能的。 吸血鬼才会突然进化出翅膀吧。 看张武金要笑不笑的,蝴蝶知道他在鬼扯,才不信你。 不信就算了。 张武金笑,一脸老神在在。 到底怎么回事吗? 蝴蝶怎么也忍不住心底的好奇,撒娇了。 你怕不怕鬼? 张武金突然把舌头伸出来,而且眼睛上翻。 他这个是练过的,以前跟梅子他们玩,就喜欢扮鬼,然后专门练,翻得厉害的时候,眼珠子几乎全是白的,舌头也能伸出来老长,如果再有个手电筒,抵在下巴下面,那效果,第一次看到的人,绝对能吓一大跳。 虽然张武金手中没有手电筒,但车里只微微地开了一个顶灯,光线并不好,蝴蝶一眼看到,呀的就是一声叫,随即就伸全来捶张武金,吓死人了你。 张武金呵呵笑,我就是一下,看你怕不怕,不怕,我就可以继续跟你说,现在吗? 他说着摇头。 蝴蝶嘟着红唇,很有几分可爱,似乎想听,又似乎害怕,然后他向黄敏求助。 敏敏,这个人故意吓人,你说我们要不要听? 黄敏其实很想知道,但他相比于蝴蝶更沉静一些,心思也更细腻,看出张武金是不想说,或者说是有什么关爱,便摇摇头,还是不要听了吧,能告诉我们的,武金自然会说。 那不一定哦。 张武金笑,你嘴边还有点叶蟹,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? 啊。 黄敏信以为真,慌忙伸手去嘴边抹了一下,好像没什么,他看张武金,蝴蝶在他脸上看了一下,嘟嘴,根本什么也没有,他骗你的。 这下黄敏也大发娇撑了,举起拳头威胁张武金,张武金嘿嘿笑,道,计较还早,休息一会儿,放心,不会有事的。 黄敏知道,张武金开玩笑,不是因为轻浮想调戏美女,而是让他放松,不要担心,他感激地看一眼张武金,一眼靠着座椅,闭上了眼睛。 张武金自己倒是不想睡,脑子里转着念头,是谁在放古华的鸡呢? 报复古华,还是以前古老将军得罪的人多,报复不了古老将军,就报复到古华身上。 第654章,一生鸡蹄 他没有这方面的消息,自然无从猜测,转念又想,师父笔记上说,放鸡可以放很多年,古华结婚五年无子,那至少是五年了,这会突然引发,是什么原因?那引发的人在哪里?用的什么东西做引子? 想到黄敏说,古华为了测精子温度,自己去厕所里撸,想,不会是精子的气味吧,那也太奇葩了。 胡乱想着,不觉时间之急过,突然间,一声高坑的鸡蹄钻入耳中。 张武金梳一下睁开眼睛,黄敏也同时睁开了眼睛,倒是蝴蝶睡着了,歪在黄敏身上,半边衣领滑下来,露出细白的肩,有一种鲜弱的性感。 武金!黄敏看着张武金。张武金点头,不要吱声,不要动。 他先前嘱咐过尚瑞他们的,让雄鸡至少提三声,不要惊忧他,所以尚瑞他们的车上,也没有任何动静。 没过一会儿,第二声响起,这攻击雄尽十足,叫声响亮高坑,仿佛要把夜空滑破一般。 然后是第三声。三声一停,张武金下了车,蝴蝶还是没醒,黄敏把他脑袋靠到座椅上,跟着下来。 尚瑞阳部长他们都下车了,骑看着张武金。张武金向大使馆里面一指,没说话。 就在他手一指之间,大使馆突然窜出来一个人影,跑得飞快,使馆有寻夜的人,发现了他,上前阻拦,却给他一手一个,全部拨到一边,其中一个亮亮呛呛,居然一下跌出有两三米远。 黄敏叫了起来,是古华,他怎么那么大力气? 古华属于那种书生气质比较重的人,性格中很有力量,但身体一般,惊冷的人,没有洋气,自然不强壮,力气不大,这一点别人或许不清楚,黄敏是知道的。 所以看到古华突然那么大力气,他给惊到了。 就在他的惊叫声中,古华已经跑了过来,直奔向那台装有大公鸡的面包车。 你们不要动!张武金低叫一声,迎了上去。 面包车的车门是关上的,古华一时间打不开门,要去拨窗子,张武金到了他身侧,口中学鸡叫,哦哦哦哦哦。 古华猛然扭头,张武金看清了他的样子,眼光发直,带着一种怪异的光,而他的春宫中,一点红影,直凸出来,大体形状,就如一只隐行高歌的大雄鸡。 张武金闪电般伸手,屈指去古华额间一弹,正弹在那红点上,古华哦的一声,身子摇了两下,向下软倒。 张武金不等他倒地,掺住了他,尚瑞反应快,也急忙跟了过来,黄敏也跟上来了,叫了两声,古华,古华。 他没事。 张武金道,扶他到车上去。 他跟上瑞一左一右,把古华弄到车上,这时,使馆里的灯亮了几盏,杨部长几个一直在边上,还有摄像的人员,不过神情都有些怪,也就是非常吃惊的样子。 实在太怪了呀,外交部还有古华在新华社的同事,这两天都去使馆见过劝过古华的,古华不理不睬,就是不肯出来,结果击提三声,竟就如军令一般,狂冲了出来。 尤其古华身上只穿了一个内裤背心,很显然是从床上跳起来的。 为什么会这样?怎么可能这样?太不可思议了。 杨部长看一眼张武金,随即下令,走。 不等日本使馆的人反应过来,车队开出,杨部长几个却也留在了张武金这边的车上,看着古华,杨部长问张武金,小张,他没事吧? 没事?张武金摇头,待会天亮了,太阳一出来,他自己醒来就没事了。 那他的病?黄敏问病要另外治。 张武金解释,不过那个也容易,我回去找了东西来了,但是要他先醒过来,休养几天才行。 见黄敏等人都有些不理解的样子,他只好在解释,刚才文基起舞,消耗了他大量的精力体力,比如大病的人,不能吉补的,必须得慢慢地养。 有道理? 他这么一说,众人都理解了,杨部长先就点头,看张武金,小张,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,你能解释吗? 就是,那个。他似乎有些不好表达,挥了挥手,有幸福利的话。 张武金笑了笑,你是说科学根据是吧?抱歉,我这个是迷信。 看杨部长眼珠子有些往外骨,他笑了笑,是真的,我真解释不了,你老只能当我是神棍。 你小子。杨部长有些哭笑不得地瞪他一眼。 张武金也笑,道,是真的杨部长,我真的没法子解释,不过你们不是拍了下来吗?那就是证据了。 他知道杨部长的意思,古华身份特殊,引起的关注非常高,这件事,是必须得要有个解释的,如果张武金能拿出比较科学的,有幸福利的解释,那他就好向上面交代。 可张武金确实无法解释啊,他自己都糊涂着呢,张胡眼的说法,梦入神机,就是放神入机,然后收机魂来养,最后放出去害人,天啊,这里面好几个魂,人的魂,还有机的魂,真的有吗?张武金实在是非常的怀疑,都没人给他解释,他又拿什么来给杨部长解释?杨部长点点头,想了想,道,他这个病,以后还会不会发作? 治好了就不会发作了。杨部长又点点头,道,你是说,他这个病,是有人故意害他是吧,是故意用邪术害他? 是!得到张武金肯定的答复,杨部长看了看身后的圣主任,一个四十多岁善寿的男子,国务院的,上一次这一次,都是他任组长,沉默冷峻,话不多,但很精干,道, 这不是普通的个人恩怨,涉及外交,这个人必须要找出来,这个案子一定要破。他强有力地挥手,眼光却落到张武金脸上,张武金只有苦笑了。张胡言笔记中说过,这种放击之术,随便设定一个机影,就可以引发潜伏的神机,那放击的人都不必在边上。 第六百五十五章,国宝级待遇。这个法子,就好像那些放夜掉的,放了掉就回去了睡觉了,与自己咬勾就行,你到哪里去找啊? 不过张武金这会儿,也不必说这个话,不吱声就是了。车子回到先前的那个大院子里,天差不多也亮了,张武金道,不必扶他,就让他在车上睡一会儿,睡到自然醒最好,让他养养元气。 那就让他睡。杨部长点头,我们下车。 其他人下车,黄敏留在车上,他看着张武金,张武金道,没事的,醒来后会有些虚弱,这几天的事,他可能也不记得了,都没关系的,等体阳几天,我帮他把病治好了,就没事了。 谢谢你武金,真的谢谢你。 黄敏满脸感激。 张武金点点头,下车,也没人想睡了,杨部长等人立刻就往上报,官不好当啊,当到多大,上面总有人管,然后又逮着张武金去问了几句,无非就是个求证的意思。 张武金也不知道那边是谁,杨部长这个腹部级都只是传声筒了,那边的级别,真的不好猜,也懒得猜,反正说得轻的,能说的,就说一嘴,说不清的,就含混过去。 热心的,是想当官的,想往上爬,可张武金并不想往上爬,所以很不热心。 后来蝴蝶醒了,来问张武金,听说古华伤了元气,要不要弄点参汤什么的? 这个张武金都没想到,女孩子到底就是不同,尤其这些方面,张武金忙就点头,有参汤最好了,把那只大公鸡杀了,加老山参盾。 会不会太补?蝴蝶这方面倒有经验,我妈说,大公鸡最提火了。 别人不能吃,古华可以的。古华缺的就是洋气,不过蝴蝶是女孩子,张武金就不好跟他细说了。 七点多钟的时候,古华醒过来了,很虚弱,喝了碗鸡汤,有了点精神,果然就很迷惑。 杨部长几个亲自问了,对这几天的事,他好像全然不记得了,他好像失忆了,这是怎么回事?杨部长来问张武金,不是失忆。 张武金摇头,人很奇怪的,醒着是一个人,做梦又是另一个人,你醒的时候,有时会认为自己是做梦,但做梦的时候,一般不会知道自己是做梦,而且梦醒后,梦中的情景,十有八九也都忘记了。 关于被放击醒神后,张胡言的笔记中,只有一句话,犹如一梦而已。 张武金也就是根据这句话来解释,他本来不必要说太多,但黄敏的眼神让他有些不忍,不是说他对黄敏有什么想法,只是心中有爱的女子,让他心存敬意。 而杨部长他们代表的是国家,中间会有一些很麻烦的东西,张武金的话,却又是最权威的证词,所以他说得详细一点。 杨部长几个又仔细问了一下细节,确定谷华是中了邪术,他所做的一切,是在邪术控制之下,身不由己,也就不再问太敏感的问题。 其实,古华只是香港分社的一个普通员工,当然,也许他附有秘密任务,张武金不知道而已,但即便是特工,也只是基层人员嘛,身有能有多少秘密了? 让杨部长他们找紧,不是古华会泄露什么秘密,而是私自进入外国使馆,这种事件的性质。 再一个,则是因为古华是古红军的孙子,政治影响力特别大,所以,当确证古华是身不由己之后,张武金能明显感觉到,包括杨部长在内,这些人好像都松了口气。 政治斗争是一回事,杨部长等人,也未必就像着古红军,那种正直的有些古板的老家伙,其实没几个人喜欢的,但政治偏向是一回事,整体影响国家形象,又是另外一回事,私人或许恨不得他死,但在公式上,没人希望国家形象受损。 但古华,不记得这几天的事,也就没法提供放鸡之人的线索,杨部长问了张武金,还有没有其他方法,张武金摊手,放鸡这个东西,说来是放魂,有没有魂,他还怀疑呢?这么无影无踪的,到哪里去找? 他这么说了,杨部长也就只好放弃,当然,他们以后会加派人手盯着靠近古华身边的人,那又是另一回事了,张武金管不着。 好,黄敏也对张武金非常感激,杨部长等人走后,黄敏跟张武金道谢,武金,谢谢你了。 作为红二代家的儿媳,他的政治敏感性,比蝴蝶可是要强得多了,也远强于张武金这种实证白痴。 不必客气。张武金看一眼古华,古华没有什么精神,眼里也有迷惑的神色,很显然,对自身发生的事,他想不清楚,而他这样的人, 在把一件事情彻底弄清楚之前,是不会轻易感谢人的。 张武金也不需要他感谢,点点头,对黄敏道,先休息几天吧,后面的事再说。 当天张武金就没什么事了,当然,外交上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, 那跟张武金一点关系没有,他也完全地兴趣缺缺。 要命的是,尚瑞跟杨部长对他非常感兴趣,几乎整天都在扯着他闲聊,杨部长很善于说笑,也没有一点架子。 其实关越大,反而越好说话,最不好打交道的,是那种基层的芝麻绿豆小关,尤其是一些刑局的,那才是真正要命。 张武金其实明白杨部长他们的想法,从罗祖骑手,到神尔门,再到梦入神机,一件件一桩桩都证明, 这世界上,却有很多东西,是现在的科学无法解释的。 而唯一能解释的人,只有张武金这一个,所以,国安有点把他当宝的感觉。 这种宝,跟先前神尔门时不同,神尔门的事,影响实在太大,一个不好,甚至有可能伤及国本的, 所以他的一举一动,国家格外重视,那是国宝级的待遇,而现在的宝,则是国安把他当宝,层级就降了很多。 当然,若是一般的普通人,同样会受宠若惊,但张武金另类,一则他拥有的东西很多了,有钱有美女,权势也不缺。 第656章,姐姐带你去逛街?真要笨官图,也很容易,靠着苏薇,别的不说,十年之内, 做到个县级市的市长,甚至地级市的市长,不成问题,只要他想。 可他不想,现在的日子多爽啊,弄一个市长当当,背一个大包袱,每天去管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,忙得要死,傻不傻呀。 再一个,他本来身上有秘密,无论是春床,还是礼遇交两女,甚至是罗祖的罗,他都想藏着,不愿意交出去。 所以他非常的不愿意,国安把他当宝。 只不过有些东西是不能明推的,人情事故方面,张武金是跟老油条,既然只是扯着他闲聊,那就聊罗,也无所谓,天南海北的乱扯,他做木匠的,各种诣文也听得多,随便一个事就能生发开去,然后扯着扯着,就不知扯到了哪里。 扯了一天,晚间休息的时候,杨部长不得不跟尚瑞感慨,这个鬼,年纪不大,倒真是成了精了。 尚瑞摇头苦笑,他也不知道该是得意呢,还是烦恼。 不过古华这件事上,张武金是立了功的,他也跟着沾光,加上兄弟情义,他也就帮着解释两句,道,他们这种人,有失传的,老派的规矩,特别严格,失门的一些东西,不得允许,老婆儿子都不能说的。 这个我知道。杨部长点点头,他从基层做出来的,又是国安这个行当,知道的东西,自然比普通人多,倒也能理解。 第二天,又是老样子,张武金也无所谓,你一个大部长,要跟我这小妇科闲聊,不说受宠若惊吧,绝对奉陪就是了。 而黄明古华,则回了自己家,估计古华身上,本来没什么机密,然后又是身不由己,再加上是胡红军的孙子,国安也不好太拘束他。 蝴蝶也跟了去。 第三天,杨部长终于也回去了,尚瑞也跟了回去,张武金却还不能回去,他还得等着古华身体好点,给古华治病呢。 深的自由,张武金一时闲得有些无聊,倒是想逛逛香港,给秋雨压压买点礼物。 现在他要买礼物,想的人就多了,秋雨压压,然后家里一堆姑娘们,冬雪等人,他带回来就不大管了,但秋雨母性泛滥,加上做教师的,天生的责任心重,几乎真当是自己的妹妹了,甚至可以说,他把冬雪等人看得跟压压差不多,特别重视。 既然他这样,张武金当然也要重视起来,别的不说,到外面溜一转,礼物还是要买的,不能只有秋雨压压的,让姑娘们看着呀,姑娘或许不会有想法,秋雨一定先就要说他了。 然后,他还要去北京,秦孟涵梅子也是要礼物的,他去香港跑一趟,空手回来,秦孟涵一定会撒娇,现在这个冷美人,特别的娇,张武金当然要珍惜他这份感情,想哼受秦孟涵撒娇的男人千千万,但能哼受到的,可只有他一个。 张武金才出了酒店,手机响了,是蝴蝶打来的,老五,你在哪儿呢?我在酒店啊。 老闷在酒店里做什么呀?蝴蝶在那边笑,不出去逛逛啊,以前来过香港没有? 土老茂,就没出过北京城,哪来过香港这种洋地方? 张武金搞笑,蝴蝶果然就咯咯笑了,你这话才叫土的掉渣,现在的香港,能跟北京比? 你以为二十年前啊,行了,你等着,姐姐我带你去逛街,你觉着香港洋,就让你尝尝香港的洋味。 蝴蝶说着挂断了电话,张武金却有些发愣,自从跟张武金熟了,又破了身之后,蝴蝶最初的清高疏远已当然无存,但张武金很是亲热。 只不过,今天的味道好像有些特别,但到底特别在哪里,他却又琢磨不透。 蝴蝶开了车过来,可能是古华他们家的。 他今天的装扮,让张武金眼睛一亮。 蝴蝶给张武金的感觉,是那种舒香气的女子,后来活泼了些,但穿着打扮上,仍然偏典雅。 但蝴蝶今天的打扮却完全不同,他上面穿一件黄色的紧身背心,胸不大,却拖得高高的,可以看到一溜并不很深的勾。 下面则是一条紫红色的短裙,没有穿裤袜,走动之际,两条白生生的腿,特别招人的眼。 全身上下,没什么首饰,只戴了一副太阳镜,推在前额,整体给人一种时尚热辣的感觉,仿佛一团火,扑面而来。 留意到张武金的眼光,蝴蝶微有些羞,又有些得意,怎么,看傻了呀,没见过美女。 嗯,张武金点头,这样的美女,至少在香港没见过。 蝴蝶咯咯笑,手一招,上车。 张武金上车,蝴蝶道,香港我熟,今天我带你逛一天。 行啊姐姐。 蝴蝶热情,张武金也不能怯场了,笑道,今天我这一百多斤,就交给你了。 蝴蝶搁的一声笑,你不怕我把你送到屠宰场去啊? 不会吧。 张武金装出吓一跳的样子,你应该舍不得吧? 我为什么舍不得呀,你又不是我什么人? 蝴蝶斜瞟他一眼,搁一下又笑了,笑得有些弯腰,可以看到背心里的一抹白腻。 真白。 张武金暗想,蝴蝶对香港果然熟,带着张武金一通乱逛,张武金做木匠的,外面跑,记录的本是一流,可还是给蝴蝶彻底儿的逛晕了。 买的东西其实不多,就是逛,快中午时分,蝴蝶终于累了,上午不逛了,先去吃点东西。 行啊!张武金倒不觉得累,只不过香港给他的感觉很怪,这种现代化的大都市,美女非常少。 放眼所见,其装一服的倒是不少,可惜看下来,一个二个,基本上都是歪瓜裂枣的。 哪怕在扬州,也时不时可以见到美女吗?这香港怎么回事?张武金百思不得其解。 找了间酒楼,先喝冷饮,然后点了菜,蝴蝶居然喜欢吃辣的,这让张武金喜出望外。 怎么,你不喜欢辣的? 看张武金眼光瞟过来,蝴蝶问。 第657章,跟美女去游泳。 我怕起痘痘。 张武金摸了摸脸,到时就没有美女看我了。 哥! 蝴蝶一下又笑弯了腰,张武金,我发现你这个人,还真是有些臭美呢。 什么叫臭美啊? 张武金一本正经,我本来就长得英俊迷人的好不好。 蝴蝶更是笑得不能抬头,他是挨着张武金做的,这一笑,居然趴到了张武金膝头上。 脑袋就伸到了张武金两腿之间,这个姿势,极为暧昧。 尤其看到,他背心露出的一脚白腻的裸背,张武金不自觉的腹中有些发热,小六金也有些抬头的架势。 不许再逗人家笑了,肚子都痛了。 蝴蝶抬起身来,娇衬,脸上一抹红韵。 他本来就是美女,这一刹,粉颊娇红,更是美得让人炫目。 张武金不自禁地呆了一下,忍不住道,我突然想写诗了。 你还会写诗? 蝴蝶笑。 你听啊。 张武金清了一下嗓子,回眸一笑百妹声。 他故意停了一下,蝴蝶果然就娇称了,这明明是白居易写得好不好。 前面一句是借用,借用。 张武金举手,你听全了,全句是,回眸一笑百妹声,旁边五金无颜色。 哥。 蝴蝶一下,又笑翻了。 说说笑笑的,一餐饭吃了小半天,蝴蝶道,下午到哪里去逛? 呼得眼睛一亮,热死了,不逛了,我们去游泳好不好。 跟美女去游泳,张武金心中一热,微微瞟着蝴蝶,不向说笑,便点头,你技术行不行啊? 哼哼。 蝴蝶皱了皱美人鼻,我技术可是一流的。 结账出了酒楼,蝴蝶开车直奔海边,进浴场,张武金买了泳裤,换了出来,蝴蝶在那边也出来了,居然是一身白底带蓝纹的三点室,看得张武金眼光发直。 看什么看? 蝴蝶有些得意有些羞,扭过身子,流鼻血,我可不管。 说着咯咯笑,雪白的腰肢,如一只初春的柳条,扭得张武金小腹发胀。 下了水,蝴蝶的游泳技术确实还不错,尤其是姿势特别优美,相比来说,张武金的姿势就不怎么正规了。 蝴蝶一看,道,你的姿势不正规,跟谁学的? 野鹿子,狗袍式。 张武金来了个狗袍。 蝴蝶笑,你这样最耗体力,而且影响身体的匀称发展。 张武金心中一跳,那请姐姐帮我纠正一下啊。 要交师傅钱的哦? 蝴蝶竟然没有拒绝。 好啊,晚上我请客,香港个大酒楼,随便你挑。 那还差不多。 蝴蝶咯咯笑。 然后真个开始纠正起张武金的动作来,不仅是嘴上说,甚至直接上手。 两个人都是半裸的,水中又动个不停,身子难免就挨挨挨的。 蝴蝶是那种苗条形的美女,胸与臀都很秀气,但肌肤白腻,而且特别细滑。 最重要的是,她是人妻,不是一般无主的女子。 她这么主动挨上来,就带给张武金一种特异的刺激,小六金几乎不受控制地在泳裤里仗成一团。 而要命的是,蝴蝶的手突然滑进了张武金手腿尖,在小六金上擦了一下。 这让张武金极其尴尬,蝴蝶已经破了身,也明白那是什么了。 雪白的脸蛋差时飞起红霞,娇撑一声,流氓。 身子一扭,游了开去,张武金一时都不好意思跟上去,又担心蝴蝶会生气,但蝴蝶并没有生气,过了一会儿就主动招呼她了。 怎么了,游不动了?张武金借泼下驴,是有点累了。 你不行吗?蝴蝶娇撑,都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,要不游回去吧? 她说着回游,却又扭头问张武金,你还游得动不,要不我带你。 也不等张武金回答,直接就游了过来,伸一只手,搭在了张武金胳膊下面,真的带着她游。 她的这份热情,让张武金非常意外,不过也没有多想。 回到海滩上休息了一会儿,再又下水,蝴蝶又跟张武金的姿势叫上了劲,越看就越难看,不行,今天非给你纠正过来不可。 这会儿在近海区,谁指到胸部,蝴蝶到张武金身前,一脸幼儿园女老师的神情,我手托着你,你来校正姿势。 张武金有些想笑,不过看她一脸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,只好听她的,身子浮起来,蝴蝶真就双手托着她胸腹,然后一点一点校正她手脚的姿势,先收拢,再打开,对了,别那么僵嘛,要有韵律感,韵律感知不知道,就好像是跳舞。 张武金对自己的游泳技术,一直是信心十足的,但给蝴蝶这么一条,简直到处是毛病,很有些哭笑不得的感觉,而两个身子挨在一起,完全是肌肤相接,又让她有一种异样的冲动。 突然,不知怎么一划,蝴蝶的手没放到位,一下又拖在了她的两腿间。 小六金正在那儿憋着呢,憋得像只骨气的蛤蟆,蝴蝶从下面拖上去,老大的硬硬的一团。 蝴蝶手慌忙一开,脸一红,称了一声,你就是个流氓。 张武金老脸,也红了一下,嘴上不好做的声,心中当然叫冤,姐姐呀,这么半光着,没反应的,那得是什么人啊? 但出乎她意外,这一次,蝴蝶没有转身游开,还是拖着她胸腹,只是不出声。 张武金以为她生气了,偷眼瞧她,却见蝴蝶微红的俏脸,有些呆呆的,刚好捉到她眼光,突然说了句怪话,你们搞国安的人,枪是藏在裤裆里的吗? 啊?这话实在是,张武金一时间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,只能光着眼睛,看着她。 难道她以为她两腿间的,是一把枪? 枪倒也是枪,不过这枪乃是霸王枪,服的是红粉胶词啊,只不过,这话实在说不得,说就真有些轻浮了。 你看什么看? 蝴蝶古怪地瞪着她,难道我说错了,未必你那根玩意儿有那么大,你以为我还是个小姑娘啊? 第658章,水底看鸟。 不是。 张武金真不知道要怎么说了。 什么不是? 蝴蝶哼了一声,我就觉得,你们搞国安的,真变态,游个勇,枪还藏那地方,让我看看。 这么说着,她拖在张武金小腹处的手,突然从她勇库里钻进去。 张武金完全来不及反应,小六金就给蝴蝶结结实实地抓在了手里。 她眼珠子或一下瞪圆了,恰如一只遭了惊雷的蛤蟆。 蝴蝶居再会进去脚枪,她真的没想到啊。 让她她更惊讶的是,蝴蝶手抓着小六金,居然捏了两下,还前后搜索了一下,似乎真的在找枪。 再然后,她突然一脑袋钻进水里,更把她的泳裤扒下来一截。 这是要现场验货。 张武金真的已经呆到了,一生人礼,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啊。 蝴蝶在水下秃地一下翻身,转身游了开去,而且是潜水,游出一段,她才钻出水面,也不再搭理张武金,而是往远处游。 很显然了,她修到了,但张武金心中一万个冤屈,这真不能怪她啊。 蝴蝶自个人游着,不理张武金,张武金当然也不好凑拢过去,就这么游了半个小时,蝴蝶突然叫了一声,身子驱拢,手好像抱住了腿。 张武金一看不对,忙叫,蝴蝶,怎么了?抽筋了吗? 蝴蝶不答,张武金游过去,见蝴蝶果然抱着腿,好像是抽筋的样子。 不要怕,我先带你游回去,你不要慌。 张武金揽着蝴蝶的腰,带着她回游,蝴蝶脸面向天,与她对视了一眼,本来有些发白的脸,突然又红了,扭过脸,不敢与张武金对视。 张武金也不知说什么,蝴蝶的脸一直红红的,似乎有一种暧昧的情绪,在两人之间弥漫。 快进暗时,蝴蝶突然把腿一伸,说,我好了。 自己站起来走,走了两步,回望一眼张武金,却又搁得一声笑。 张武金再傻一把,感情她刚才是装的,那先前? 因为蝴蝶以前的极品,对性知识完全的无知,所以先前蝴蝶脱她的裤子去看,她只以为蝴蝶是真的误会了,但这会儿,她却有些怀疑了。 难道蝴蝶是故意装傻,可是,怎么会呢? 她是个很正经的女孩子啊,怎么可能做那种事? 莫非她对我有感觉了? 看着前面蝴蝶纤细的腰,还有给谁打湿了的,紧紧包着小翘臀的泳裤,张武金腹中好像有一股热流生出来。 她自制力并不强,虽然李玉娇两女被逼离开,给了她沉重的一击,让她有些不太再愿意招惹女人,可如果硬有女人往怀中送,尤其是蝴蝶这种正正经经的女子,她也不会客气。 不过蝴蝶并没有再给她机会,等她洗了澡,换了衣服出来,恰好看到蝴蝶的车子开出去,她先还未看错了,无论如何说,蝴蝶总得等她一下啊,结果手机响了。 接通,是蝴蝶的声音,你自己打车回去吧。 说完就挂断了,隐隐传来咯咯咯的笑声。 这下张武金知道了,那确实是蝴蝶的车。 一会儿脱裤看鸟,一会儿却又放你的鸽子,张武金简直有些哭笑不得了。 这丫头可能是羞到了,不好意思再跟我同一车回去。 张武金还是帮蝴蝶找到了理由,自己也觉得有些好笑,忍不住想,水底下看到我的大鸟,不知她吓到没有。 自己笑了一通,打个的回去,傍黑的时候,黄敏却打了电话来,武金,空不空,出来一起吃个饭。 张武金先还以为是古华身体好些了,两口子请她呢,到说好的酒店,却只见到黄敏一个。 黄敏穿着一身咖啡色的套裙,里面是白色蕾丝的墨凶式内衣,下面是肉色的裤袜,给人一种知性柔美的感觉。 张武金过去,打了招呼,道,古华好些吗?谢谢你,好多了。 黄敏道了谢,招呼她进去,两人找了个靠窗的位子,点了菜,随便地聊着天。 黄敏的神态好像有些不对,但张武金试着问了两句,古华身体在好转,国内好像也认同了她是中了邪,并没有要把怎么样的意思,应该没什么事啊。 张武金跟黄敏,不像跟蝴蝶那么熟,多了也不好问。 吃了饭,闲聊了一会儿,两个人坐电梯下来,突然叮当一声,电梯一震,停了,里面的灯也熄了。 呀!黄敏尖叫一声,猛一下就扑到了张武金怀里,死死地抱住了她。 别怕,黄姐,别怕。 张武金也吃了一惊,抱着黄敏软软的身体,心中不免跳了一下。 黄敏不能说胖,但相比于蝴蝶的苗条,甚至于偏瘦,她要风鱼多了,无论是臀还是胸,尤其是胸,挤在怀里,有一种绵软的弹窍。 我害怕。 虽然得了张武金的安抚,黄敏却抱得她更紧了,声音也打着颤。 不怕。 张武金只好轻搂着她,可能是电梯故障,不会有事的。 她也是头一次碰到电梯故障,也不知道要怎么处理,想打手机,黄敏还抱着她呢。 也不急在意时,尤其怀中的黄敏,身体软软的,带着一种清幽的香气,感觉特别好。 她一时甚至有些不想,电梯立刻好起来了。 黄敏选的这酒店有些高档,高档则意味着,贵得死而顾客不多,所以,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,也就没有其他人打故障电话。 我们会不会死?黄敏声音好像有些怪,不像鲜艺客那种害怕的颤抖,却有些悠悠的。 那不可能。 张武金笑,故意把声音放大一点,她的眼睛这时适应了黑暗,隐隐约约能看到黄敏的脸,不过看不太清楚,只感觉到她的眼光悠悠的,她也在抬眼看她。 似乎也看到了张武金的眼光,黄敏的手突然抬起来,她本来是扑在她怀里,双手固着她腰的,这会双手伸上来,勾着了她的脖子。 这个姿势有些暧昧啊,张武金愣了一下,还没反应过来,忽然感觉黄敏喷着热气的嘴凑了过来,她嘀嘀的声音道,吻我。 第659章,电梯里的春情。 啊?张武金一愣,黄敏的嘴却已经稳住了她。 她的吻居然很热烈,有一种疯狂的感觉,而且把舌头伸进了张武金嘴里。 张武金还有些反应迟钝,她就把张武金的舌头勾过去,拼命地瞬吸她,吸得张武金舌根都有些痛了。 张武金脑中迷迷糊糊的,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,蝴蝶性子中或许有些娇俏,可黄敏不应该是这样的女子啊,难道是吓的,真的以为要死了,所以突然爆发出了激情。 张武金被动地应对着,双手搂着黄敏的腰,都没敢怎么用力。 黄敏松开她的唇,但双手仍然固着她脖子,微微有些喘息。 武金,你说,男人喷得惊,真的是热的吗? 啊? 她居然问这么个问题,这简直比她,吻她更奇怪啊。 那个?张武金有些尴尬,尤其怀中抱着这么柔软的女体,你不是问了吗? 我咨询了这方面的热线,说男人那个是热热的一根,像烙铁一样,喷出来的也是热的,烫人。 黄敏的声音带着一种颤音,这绝不是害怕,只不过她的话,张武金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。 黄敏的一只手突然松开了,张武金一时间还有些失落呢,不想黄敏的手居然到了下面, 拉开了她裤子的拉链,手伸进去,更又从裤头处钻进去,一下握住了,已经仗起来,却拱着腰的小六斤。 她的手凉凉的,可能因为紧张或者激动,还出了汗,这么一下握着小六斤,那种凉凉的滑滑的感觉,带来一种奇异的刺激。 一是心中的意外,另一个则是强烈的触感,张武金不自禁地深吸了一口气,真的,只是差一点点,她就喷了。 这感觉,太阳太强烈了呀,尤其对象还是黄敏这样的女子。 原来她真的是热的,真的像烙铁一样。 黄敏一手勾着她脖子,一手紧紧握着小六斤,她五根凉凉的指头,就如一条软软的凉凉的小蛇,口中喃喃着,心眼迷蒙,而她的身子,更在张武金怀中扭动震战。 这是一种强烈的可叛和呼唤,张武金对女人已经很有经验了, 知道这种状态的女人是什么样子的。 她也有些忍不住了,虽然黄敏今夜的表现实在太怪,但她真的忍不住了,双手一紧,一手搂着黄敏的腰,另一手把裙子掀起来,手一下从她裤袜里钻了进去。 叮当! 突然一下,灯亮了,电梯再震了一下后,又开始运行起来。 黄敏身子猛然一震,慌忙一下把手抽了出来,却把小六斤也带了出来,张武金也慌忙拉拉链,悲剧的是,拉链是金属的,小六斤在上面挂了一下,张武金忍不住啊呀一声。 黄敏本来羞的一张脸通红,一看,明白了,不由扑斥的一笑。 这一笑,连羞带衬,百媚横生,张武金心中一荡,本来软下去的小六斤,居然一下又硬了。 快收起来,电梯到了。 黄敏有些羞了,又忍不住捂着嘴笑,眼睛也捂着一半,却又从指缝里看,这个样子的黄敏,实在是太媚了。 张武金心中那个恨啊,这电梯要是再坏一下,多好啊。 虽然黄敏今夜的表现让他非常奇怪,可是,送上门来的美餐,他是绝不会拒绝的,尤其是这个样子的黄敏,他想拒绝都拒绝不了。 可是电梯已经到了,而且门外有人,黄敏先一闪就出去了,张武金跟着出去。 到酒店外面,热浪一吹,心情好像也乱了,黄敏上了车,张武金上去,一时不知道要怎么办好。 黄敏没说话,开着车,到了张武金住的酒店,张武金下车,黄敏停了一下,似乎在挣扎,不过最终还是开走了。 张武金回到酒店,洗了个澡,躺在床上,今夜的事,总是在脑前闪现,黄敏的那个样子,尤其他无嘴而笑的情形,让小六金不自觉地高高竖起。 简直是坑爹呢。张武金暗暗摇头,心下又特别奇怪,无论是蝴蝶还是黄敏,应该都是那种最正经的女子,而且都是有夫之妇,她们不应该是这样的呀,最多开开玩笑。 暧昧一下也就算了,居然头怀送抱,而且都直奔小六金而去,这真的有些过分了。 好像哪里不对?她隐隐地似乎捕捉到了一点什么,但就是无法清楚地把握到。 第二天早上,张武金醒来,想想谷华的身体应该差不多了,可以治病了,不过想到黄敏昨夜的样子,她又有些尴尬,也怕黄敏尴尴尬,所以就先给蝴蝶打个电话。 蝴蝶一听说,给古华治病,叫了起来,今天治病啊,你先没说,古华他爷爷打了电话,他们一早坐飞机回北京了。 这倒是个意外,张武金啊了一声,不过想想也正常,可能古红军已经知道了,当然得把孙子叫回去看看,到底是亲孙子,再不尽人情,也还是关心的。 蝴蝶没有挂电话的意思,在那边问,古华那个病,到底要怎么治啊? 张武金突然想到,昨夜在浴场中,蝴蝶脱她裤子的事,嘿嘿一笑,独家秘密,不给你看。 蝴蝶果然也想到了,呸了一声,好稀罕吗,丑死了。 说着又笑,显然也有些羞,张武金很想再调戏她一下,又不敢确定,到底好不好。 犹豫间,蝴蝶道,奇怪了,你给黄敏家寄张床来做什么,难道床能治病? 啊,张武金脑中电光一闪,你怎么知道是床? 怎么不知道? 蝴蝶得意地笑,前天下午到的,我跟敏敏两个特奇怪,怎么是一堆木头呢? 我说像一张床,明明说不像,因为想不到你系张床来做什么呀。 糟糕,张武金终于明白了,我们两个争起来,又闲着无事,就把他拼了起来,还真是一张床,别说,那床上雕的花纹,还蛮好看的呢,是你雕的吗? 看不出来,你手还蛮巧的。 他叽叽呱呱地说着,张武金心中较苦不迭,你们在床上做了? 第六百六十章,原来他们做了春床,那当然啊。 蝴蝶一无所知,我两个拼了半天呢,当然要做一下下的,就看你雕的那些花纹,都看了半天。 我说他们不是这么放荡的女子儿,动不动头怀送抱,甚至直奔着根子去,原来是这样。 到这会儿,张武金彻底明白了,不是黄敏蝴蝶突然发骚,而是给春床诱动了春心。 男人熊根,为阳气根翘,黄敏两个阴气,为阳气所吸,不由自主地,就直奔熊根而去。 两女虽受诱惑,还是有一些清明,尤其是环境改变,就会有纠结,所以蝴蝶后来放他鸽子,黄敏最终也没有下车,都是本心的挣扎。 但他们,最终是逃不掉的,如果张武金不醒悟的话,这下要怎么办?挂了蝴蝶电话,张武金在房中乱转圈子。 黄敏蝴蝶这样的女子,一个闲哑中带着一点温婉,一个胶巾中又透着一点活泼,而且都是手性、自视的好女子,且都是美女,对任何男人来说,都有着很大的诱惑力。 所以,如果是他们自己放浪,投怀送抱,张武金是绝对不会拒绝的,也拒绝不了。 可他们是给春床引诱的,这却绝对不行。 用春床引诱玛丽丽,张五金可以说,她是为了报复。 用春床无意中引诱了秋雨,那是为了爱,就是下十八层地狱,她也绝不后悔的。 可用春床引诱黄敏蝴蝶,那却不行,尤其她们都是有夫之妇,而且,平时也不是那种放荡的人尽可服的女子,她要是顺势占了她们的便宜,张虎眼在阴间,只怕都饶不过她。 而且,秋雨要是知道了,也一定会生气伤心,这是绝对不可以的。 但要命的是,现在黄敏蝴蝶都已经给诱动春心了,怎么破? 基础的春床,就是诱动春心,后面三十六室和欢床谱,讲的是阴阳调和,可没讲怎么把诱发的春心再又压下去啊,要压是靠男人压,像秋雨一样,给她天天压着,阴阳调和,容光焕发。 但她若不去压,秋雨就会春情泛滥,抑郁饥渴,不是疯疯癫癫,就是抑郁而死。 这种诱发出来的春情,一定只有男人才能化解,而且,必须得是张武金才行,因为春床引动的气,就是与张武金的阳气相匹配的。 她还没来得及改动春线,让黄敏跟古华两气相吸呢,得先让古华在床上躺一下,感应一下她的气机才行的。 不能乱配,而最基础的春床诱发的气,就只与张武金的气机相配。 就如书血,A型只能匹配A型,不能配给B型,所以,虽然黄敏蝴蝶都是有夫之妇,年轻人,也完全可以满足,但黄敏蝴蝶永远都不会满足,只除非张武金要了他们。 小六金进入他们的体内,她的阳气才能满足他们阴气的饥渴。 这可真的要命了。 张武金把自己摔在床上,看着天花板,似乎看到了张虎眼的眼睛。 师父,这不怪我呀,我是要给古华治病,所以把床寄到他们家里。 我没想到,古华中途会出事,更没想到,黄敏蝴蝶两个女人,居然会去把床拼起来,这完全都是意外呀。 她心里确实觉得冤枉死了。 床的用途,她确实没跟黄敏他们说,可她寄床的第二天,就打算来香港了的呀。 她人是会比床先到的,到时在打招呼,完全来得及。 再一个,就算床到了,她没来得及打招呼,一般情况下,黄敏他们也不会去把床拼起来呀。 尤其是黄敏和蝴蝶都是女人,而且是那种束手鲜鲜的都市白领,怎么可能去做拼床这种苦力活? 可谷华就是中途出了事,让张五金把春床给忘了,再然后,黄敏两个,偏偏就去拼了床,可以说,这世上的巧事,都在这一遭状上了。 师傅,现在怎么办? 她想不到办法,因为床谱上没有给出解法,这下真的要了老命了。 办法没想到,手机却又响了,蝴蝶来的,开口就一句,天气热死了,我们去游泳好不好。 要是没弄明白,张五金铁定就硬了,这会儿哪敢答应,其道,你不回北京? 暂时不想回去,你问这个干嘛,讨厌死了。 春床又发的春情,让她心中冲动,但脑海中一丝明智,又让她纠结着,所以烦恼。 张五金也烦恼啊,找了个借口,我今天有任务,我可能发现对古华释放邪术的人了。 真的呀? 蝴蝶一听叫了起来,把她抓起来,狠狠地收拾。 蝴蝶不知道张五金其实不是国安,张五金找了这么个借口,她也就算了。 挂了机,张五金觉得手心都有汗了,这不行,得回春城去。 退了房,给尚瑞打了个电话,尚瑞本来秉承阳部长的意思,张五金留在香港,一则给古华治病,二则看看有没有机会能抓住那个放机的人,不过张五金说毫无头绪,要回去了,他也只能答应,张五金不是他下属啊。 张五金到春城下了飞机,一开机,几个未接电话,有蝴蝶打来的,也有黄敏打来的。 这还真是冤魂不散了,张五金吓出一身毛汗,赶快跑回家,然后把手机给秋雨,交代他。 要是女人的声音,你就问清楚,看是黄敏还是蝴蝶,你就说你是我老婆,我发现了点思索,正在找那个放机的人,不方便接电话,有什么事,你转告就行了。 他神神秘秘的,秋雨给他弄得好笑,道,什么放机的人,你不会是招惹了什么情诈要躲吧? 真不是。张五金指天事日,真是案子里的事情,他们冤枉我了,怪不得我呀。 编个谎,只说古华的病,出了点变故,那两个女人以为是他不尽力,缠着他找他的麻烦,然后又把古华遭了梦入神机邪术的事说了,他这里面真中含假假中待真, 秋雨根本弄不清楚,自然也辨别不了。而且,秋雨是绝对相信他的,再说了,秋雨并不在乎他在外面有女人,他在外面本来就有女人啊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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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